眼下要应付皇上 还得让这个孩子死去 纳兰燕然已经明白她的用意 此时你去安排 轩华点头 默默离去 纳兰燕然永远忘不了 五年前 她刚被皇上赦免罪行 皇上将她安置在了凤仪宫 却抹掉了凤仪宫的名字 赐给她一座无名宫殿 她沦为后宫里最大的笑话 更让她心寒的是 夏绝竟然令人在她的饭菜里下毒 不过短短几天 她就失去了逃跑的力气 真正让她绝望的是 她竟然让假太监 轩华接近她 她失身给轩华 那是将她从身体到灵魂 都碾碎的痛苦 起初她是想死的 可是夏绝不让她死 直到她怀孕后 她的求死之心才慢慢地简淡 孩子变成了她唯一活下去的希望 因为这个孩子在外人眼里 是她和夏绝的骨肉 是大夏唯一的皇子 眼看一切像她计划中的那样进行时 明夜却出现了 早上过后 明夜和玉兔则在元宝的陪同下游逛御花园 宝爷 元宝大踏步走了上去 宣华公公何事啊 悟民宫出了一些小状况 奴才实在想不到方法解决 所以才来招宝爷出出主意 就怕奴才将事情办砸了 惹了龙颜大怒 什么状况 宣华公公的眼神 不自在地瞥了一眼明夜 然后若有深意地 投向吴明宫的方向 明夜眸子微缩 这位公公的眼神颇为耐人寻味 轩华将嘴巴凑到元宝耳朵前 窃窃私语起来 待两个人咬完耳朵 元宝快步地回到明夜跟前 宇业事业 宫里出了点状况 小人必须马上去处理一下 你且在这附几千游万丈 小人很快就回来 你去吧 不必在意我 娘亲 这里真漂亮 记住 欲是光鲜美丽的东西 欲要气若碧率 因为它们可能藏着毒药 明夜瞥了一眼 无名公的方向 想起宣华最后那一眼 意味深长的眼神 明夜就觉得 宣华好像有话要对他说 他来到地宫的目的 是为了查询背后刺杀他的凶手 还有五年前追杀他的那些人 明夜不会放弃任何一个 解开阴谋真相的机会 于是明夜向无名公的方向走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承拒